我們要看到結果 除了可以用slate的語法 你可以直接用這個我早上講這個seqlite的這個browser 他可以直接幫我們開起來 裡面就會多一欄就是name 這個name部分 那語法我有把我的畫面截圖另外也把程式貼到這邊 所以如果 你要參考的話 而且我有把那個 就是後來加的 這個地方跟這個地方 其實沒多少 所以以後有點像拼裝 反正你就把 這一段放那裡 這一段放 記得你有些地方還要注意一下 不要只是 就是有些地方改了哪些 因為我沒有特別 這個改的 這個是parkname 這個我改了 其他還有這個name 這個改 其他都沒改了 反正就是改這些東西而已 然後 執行這個seqlite語法 再來的話就是把 那個資料 這個是 它的欄位名稱 放在這個park01裡面 所以我這邊的話 就park01然後放這個name 然後這個name裡面放什麼東西呢 放這個 這個是哪一個呢 就是這個 就是把這個放在這裡 那特別注意喔 你有沒有發現 他這個地方非常容易出錯 為什麼 因為前後 都是雙引號 但是這裡會多一個單引號 為什麼呢 因為 我要把它放到那個 seql 語法裡面的時候 只要你的欄位 是test的話 文字喔 那就要用什麼 單引號 比如說那個名稱的中間 前後有沒有 都要多這個東西 那如果你是數字就不用喔 OK 可能要注意一下喔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喔 這邊有個單引號 這邊呢有沒有 他一個雙引號 再一個單引號 在這裡 這個只要漏掉一個 那你的程式 就除錯 而且錯在哪裡 一定會錯在這一行 sqseql的地方 OK 那其實 甚至我記得我很久很久以前 在開發這個 城市的時候 光這個地方喔 我可以卡一整天 一整天都在找這個符號 不過後來我終於知道為什麼 然後呢 當然 這也是 血淚的叫 就是經驗啦 不過這個沒有辦法 這有時候 但是我現在跟你講是 我直接就跟你講說這是很很重要 很容易出錯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這個可以避開 那我想你將來應該開發就會很順利 也不會像我這樣子 要經歷過那個 很 痛苦的過程 不過還是記得 就是說 我建議啦 如果你不希望遇到挫折 你就可以拿我這個東西來做 範本 如果將來出錯的話 那你可以直接就找到問題 那再來也許有 有同學說 老師那如果我要再多加一籃怎麼辦 其實很簡單啦 我們剛剛PARC01對不對 一籃 那如果PARC02 又要多一籃的話 很簡單嘛 其實你就是直接怎麼樣 再把哪個地方增加呢 基本上 1 增加一個簡介好了 其實就是把 欄位名稱加他的形態 放在這裡 有沒有OK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 再把那個PARC01變PARC02 1 2 然後呢再來就是 EsserInto的時候呢 也是PARC02 那Value特別注意喔 最容易出錯的是在這裡 因為原來這邊 是長得像這樣子 那 如果你要再增加一籃的話 基本上他一定是 Name 然後串接 串怎麼串 這個非常容易出錯 因為 你要 做什麼呢 就是 把東西放進來 所以這個地方喔 我需要 先第二個欄位 逗點 對不對 然後呢 因為我要下一個 就是資料 下一個資料的話呢 就是 也是要給他一個 單引號開頭 然後再一個雙引號 然後再串接 再把它結束掉 結束的話 還要一個單引號 你看得懂這個嗎 然後這裡雙引號的 雙引號 是讓它變成什麼 沒有啊 雙引號是 這個是他的頭 這個他的尾 這個頭 這個尾 中間才能串 自串喔 一定是一對的 有沒有 這樣一對 這樣一對 有沒有啊 前面又是一對 中間是串那個 我們的變數名稱 所以呢你再把那個 這個我們的 這個東西怎麼樣 複製一下 然後放到哪裡 放到這邊來 這樣就大功告成 OK 不過看起來是 沒有很複雜 但是 這裡面 所以我說這個可以卡一整天 奇怪就是 一直卡那一行 哪一行 執行的時候會出錯 那主要是怎麼樣呢 一定是 這個變數的前後 一定要有加單引號 這個變數的前後 一定要有單引號 如果沒有錯的話 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這樣的話 基本上 但是你會發現 他會一邊執行 一邊好像會 會什麼 會好像跳一下 如果沒錯的話 有沒有發現 他就會稍微卡一下 不像前面那麼順暢 因為他是什麼 一邊新增 一邊下載 一邊新增 一邊下載 OK 就跑完這個回圈 基本上 就可以把 當然 一欄可以 兩欄可以 那全部當然沒有問題 所以以後 網路的 就很容易就變到 SQLite 裡面 剛剛同學提到 SQLite是單機版的 如果你要 買SQL的話 那你要去找 買SQL的 套件 連線的方式都差不多 只是說 東西可能就不在單機 而會在 那個網路上面 那 用的語法 也是一樣 就是 像 Create Table 或者是說 像 insert into slate這些都一樣 只是說 你資料是放 你現在的單機 還是放 網路 網路的好處是共用 所有的裝置 所有人 只要有權限 都可以存取 另外的話 單機版的效率 比較差 Server版的效率 很快 他因為要共用 所以他的效率 效能 各方面會比 單機來的快很多 所以 這個地方 大概就延伸性的 多幾個 所以我把那個重點 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當然 難度比較高 所以我大概 秀一下 如果有 可以的同學 自己在增加一欄 如果 是在 剛剛的部分 已經卡住了 那你就先把前面部分 單欄先做出來 再說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那往後當然 看喔 網路的資料 不論是CSV 不論是JSON 通通都可以 到資料庫 那到SQLite也好 到MySQL也好 方法都差不多 所以下載 那只是說後面這一段 有些可能沒有講到的話 那 要不就自己找找看 我看網路上一定會有 Python我覺得最大好處是 他的那個 網路上的分享資源 真的非常的 非常的 多而且豐富 不像VBA 就 感覺好像 你想要找的功能 網路上真的分享的 非常的少 那 這個部分請各位試一下 就是把 剛剛一欄 如果可以的話 一欄先做出來 如果 已經把一欄的做出來 那你就再把它變成 再加一欄 變兩欄 如果可以的話 你就把它全部都塞到資料庫 那恭喜你 這個應該以後要 Jackson 到資料庫 就會 是還蠻容易的事情 說真的啊 我覺得Python這地方真的太厲害了 幾乎我以前用過的程式 沒有像 Python這麼簡潔 惡藥 又可以處理這麼多事情 這個我想也是Python最強大的地方 他可以利用一些套件 把一些語法變簡單了 但是 雖然已經簡單 可是 細節 你要注意到 我想要把它寫出來 應該不是太困難的事情 試一下 所以剛剛的範例主要是 從網路 下載 Jackson的開放資料 放到 C-coline 裡面 後面 後面